下面这道数学题,对于中国家长来说太简单了,但却把美国家长拦住了,更让美国网友们吵炸了锅。 一辆公交车驶过来时,第一站下去19个人,上来17个人,现在车上还有63个人。 问,车上一开始有多少人?一位家长将这道题释出在Twitter上向网友们求助。 不一会儿,网友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见解。网友Robin Douglas和Neil Hooks分别表示,答案一定就是65,因为X197等于63,那么X等于65。 然而,一名叫Louis Bloxen的网友却说,正确答案应该是46。 他还说,你甭管先下去那19位,都是障眼法,实际上应该用63-17等于46。 这就是答案。 最后的最后,一位名叫Louis Shadow,自称是教师论坛版主的网友,给出了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65。 小编觉得这道数学题,在中国就是小学难度。 但是美国人的数学,真的就这么差吗? 若你还停留在过去的想法,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小编找到一份美国学校布置的数学题。 当时这道题在网上,也震撼到了很多中国家长。 不得不对美国的小学教育点赞。 这道题是一位华裔家长就读小学二年级的孩子的作业。 无论从计算设计,难度和数学的应用性和趣味性来看,都属上成之作。 这道题其实就是个小专案。 老师让孩子规划一个生日派对。 一、设定条件和提示步骤。 你的生日快到了。 当然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庆祝了。 现在需要好好来规划一下你的生日派对。 爸爸妈妈准备给你五百美元。 允许你在家中,为自己开办生日派对。 你要邀请朋友来家中。 最多可以邀请十一个小朋友。 派对时间要控制在三小时以内。 题目一开始。 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兴趣生日派对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吃和玩。 这样可以让孩子们做自己喜欢的事。 并且亲自规划和设定。 二、孩子需要用老师提供的计划选单表Meno Planner来计划预定师的。 用计划娱乐表Entertainment Planner来安排完的。 老师还给出了很多步骤小提示。 如,记录和规划好花费预算。 要先做一份派对的时间表。 让你的朋友能了解派对的娱乐活动和时间安排。 还要清楚写明派对几点开始。 吃什么、玩什么等等。 一切安排妥当后。 还要制作邀请帖。 注意把名字、时间、地点都要写清楚。 三、设定好邀请的人数后。 就开始做预算了。 先用计划选单表Meno Planner来规划食物选单。 要吃什么? 订几份? 订多大的蛋糕? 花费多少钱在这份选单里。 孩子在规划的过程中。 加、减、乘、除全用上了。 当这份选单设计好后。 孩子们也体会到了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在娱乐计划表Entertainment Planner里。 孩子可以自己发挥想象。 去选择自己想玩的专案。 比如有的孩子喜欢滑梯和跳跳床。 有的喜欢请魔术师来表演等。 当然要规划好费用,时间就可以了。 总结下来。 在完成这道题的过程中。 孩子们除了要计算花销和时间安排外。 还要考虑到活动是否合理。 小朋友们是否会喜欢等因素。 在这当中。 孩子们也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安排运筹。 这道题除了能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 提高文字阅读能力。 也似乎在告诉孩子。 数学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学问。 而是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无形中提高了孩子们对学习数学的兴趣。 华裔家长们也发现。 孩子在做这道题的时候。 算起钱来,可比平时做算数题有兴致多了。 尽管又有惩罚,又是小数点,对于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来说。 这份作业有一定的难度,但他们却算得津津有味。 有的还表现出了较高的规划能力和预算天分。 当然,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规划计算得十分完美。 但由于这道题的趣味性,让孩子们都全心投入。 真的激发出了他们的好学之心。 美国数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们明白。 学习数学在于要解决问题。 它既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也不是深奥的难题。 甚至没有标准答案。 只要最后计算正确。 安排合理。 没有超出花费和时间的预算。 就算完成。 很多人常说欧美的小学数学教得太浅。 学得太慢。 实际上他们花了很多心思。 让孩子知道。 数学不是孤立的数字符号题目。 它是丰富的、具体的、亲切的。 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只有感受到它的用处,以及它对生活的影响和可能带来的改变。 孩子们在数学这条路上才会走得更远。 让孩子们自己运用数学知识,来解决一个实实在在。 而且他们又感兴趣的现实问题。 学习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欲了解更多国外低龄教育的方式、方法。 和点学了解更多简视相关文章。 小编觉得,即使不想留学,也可以多了解国外优秀的教育理念。 取其精华。